好了,单字是第几个,我们先上READING的单字 单字是第几个?15,来,翻到笔记本,可以15个单字叫做outfit 那因为这个字强调是整套,完整一套 所以其实这个字呢,通常,你就会加个er,什么东西 譬如说一套新的,那叫a new outfit 就是这个它本身就是一套的东西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写一套的衣服,记得是an an outfit 用的是an 完整整套的衣服 通常当然,上半身跟下半身 好了,再来下个单字呢,叫做job 这个字可以数,所以写的e,它是可以数的 所以这个字呢,通常啦 因为这个大部分就是你的打工的 所以我通常都会在前面加一个字,叫做part time jump 所以jump可以数哦,我才会加恶吗 可是如果你今天讲说,你每天有好多的工作要做 记住哦,第二个,另外那种工作呢,就不可数 然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work也是工作 只是这个字,我们不加s 因为他加了s的时候,变成作品 work加了s,变成作品 这个字就不可数 ok啦 好了,再来下面,下个单字呢,叫做neighbor 其实远期不如近邻嘛 你即使有很多的亲戚,可是你真的有状况的时候 还是找邻居是最快的 譬如炒菜炒到尾巴,诶,尴尬了,没有蒜头 去隔壁是最快的,总不然叫你住在桃园的阿 咕咕再帮你送个五颗算出来嘛 所以这个neighbor这个字呢,第一个,他可以数 一,他可以数,所有你就加s 邻居通常会做一个,除非你个性孤僻 你搬到山上去,就很不需要旁边都有人,好吧 那就只好这样,就是no neighbors 第二个呢,要请你写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台中,更不要讲台北了 就是那个地方通常都是大楼,社区大楼,有没有 有很多人跟你一起住在同个社区 那那个社区呢,叫neighborhood N-E-I-G-H-V-O-R 然后加个H-O-O-D 一个字哦,这个字就是社区 所以如果住的是大楼的话,应该通常在100多户房不掉 所以这样如果譬如说,你住在10楼 那ABCDE,假设 那你可能要负得,除了是自己家里的费用之外 公公设施的电费啦,公公设施的一些公设 比那个费用都跑不掉 可是好处是什么? 你平常白天不在家 都有管理员可以帮你收信,帮你收包裹 所以neighbor呢,本身是邻居那个人 neighborhood呢,就是邻近地区 好,再来下个单字 这个字呢,你就要小心 因为课本给你的是筹钱,募款,一 他是筹钱,或者是募款,没错 所以呢,第二个,写个二 那这个raise呢,除了他的筹钱之外 你写个养 养家活口那个养 所以譬如说通常我们台湾的 大部分都是合理来讲 应该都是好像都是爸爸去赚钱养家了 那那个养家活口 那个叫raise a family 所以其实男生就是爸爸 工作是很辛苦的 所以叫raise a family 再来写个三,还没完哦 raise的第三个意思呢 是举手 所以raise up your hand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请你举手 不要等到我教导你的时候 才告诉我,我是在接力可待 那如果来不及恶 所以raise up your hand 可以,那就举起,举手 好,那有一个字讲的跟他很像的 写清楚 这个字叫rise rise呢,其实也是动词 不过呢,他叫做上升 所以我们的那个日出啊 那叫sunrise 往上啊 这是用上升的意思 那raise呢,是举起 好吧 然后e的地方 我刚刚小写的东西 来帮我叫个for 一个人 或是for一件事 你是为了这件事情 或是为了某人去募款 那个目的 那个要用for 刚刚第一个e 我们也写到的 比如说raise money for the poor 我要帮那些穷人 募款 好,再来下一个的话 我先确定一下我的read 到地底的单字 应该到picture 好,努力 下个单字叫tired 看清楚哦 这个字不是tried的 因为你们常常啊 这样左写不等于 不等于tried 像班上有人演叹啊 我叹首叹的嘛 很容易把这两个字搞混 因为这个字的原型 它是什么 try 对,它只是去y加ed 它是动词哦 叫做常识 可是如果是tired 其实你要先把它还原 因为本来tire 真的是一个单字 这个字呢 就是令人感到很疲倦的 所以譬如说每天考试 让我觉得很累 那就是这件事 tires 我可以直接加s 因为这件事情嘛 我加s 一个人 所以这件事情呢 是让这个人很疲倦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这个人感到很疲倦 那请你写人意思 或者是feels 我可以写feels 我可以写feels 我怕说我怎么写不出来 他开始在发抖了 有看到吗 你知道为什么 feels 然后正点 要用tired tired 记得加ed 然后of 用的是of 这件事 譬如说 i'm tired of the quizzes everyday 每天的考试 我觉得很烦 可是再来写个三 所以这件事情 是令你感到很疲倦的 那就用事情 is tiring tir 序调e 然后加上ing to 一个人 就是这件事 令这个人感到很疲倦 好了吗 ok了 好 再来下个单字 请问你ready 是什么词 形容词 are you ready 还是do you ready are you 所以记得哦 美丽是人 意思 不人 就是人 哇 是 加上ready 可是ready 这个字的后面 要请你写三个东西 大部分是两个 ready 后面我们先量读好了 第一个 用to 加动词原型 第二个ready for 加名词 譬如说 我们准备来到吃午餐了 加ready for lunch 我们用for 可是还是 i'm ready to eat lunch have lunch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ready的后面呢 可以是to 加动词 可以是for 加名词 好 这样就好了 二度期 好 再来我们就回来 你确定一下我单字还有没有 来 帮我看一下单字还有吗 有没有 还有几个 那等一下在一起写 好 那我们先看reading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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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还有 ok 真正你们的课本下面还有几个单字 四个 好 那等一下在课文的里面我们再一起写 好 课本这是第几页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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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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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会去做的工作是第一个,帮隔壁的邻居去遛狗 遛狗去一圈,回来,大概就是2块美金,3块美金,4块美金,看他给多少 第二种就是让隔壁家的邻居去除草 因为外国他们的家就像这样子吧,门口都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你去帮他除草 大概就是看他薪水给你多少,有时候是10块美金都有可能 好啦,那我们就讲到后来,来把street dance club写个街舞社 热舞社,看你要写哪一种,因为台湾我们好像都翻热舞社比较多 可是他边跳的时候有breaking,可能他们可以前空翻后翻那种 所以那个street dance club,street dance club你可以直接写热舞社 第二个把这个s过两个字关号,你如果是at的时候,我们很少就会加了 所以如果你要有了,请用in the school 可是两个例子还是有一点点小诚的不一样啊 就是他们如果是平常就学上学的状况,我们用at school 第二个,再把这个magi and her friends写个231 我把我写预解复习一下好了 因为我们这次考试963号4号,我们要考那个小爱逢宁考 所以我们要考的是一二册 一二册的话只要有复习到的,我就会想到我会把他复习 所以写个231,就先你在他在我 所以magi刚才的朋友们呢,他们参加了学校的那个任务社 然后是什么时候参加的?来 再把这个last summer,这个last往前 对不起,last semester,这个写个e 写个on,写个at 然后干嘛?打叉叉 对,因为呢,只要看到这种list la,last la,next la 这个时候呢,你的接系词就不需要休息了 所以我打叉叉,不要再有咯,不能再有咯 所以上个学期,这个应该办上个学期,他们参加了那个学校的日午社 在learned a lot of dance skills 好,再把这个a lot,往这个字的话 a lot of good一些科学,什么科学 对,他都可以,可是在这里,他等于many many的原因,是因为skill可以学 所以他们呢,在那个圣团里面呢,学到了很多跟跳舞友们的一些技巧 第二个呢,再把这个in the clock,である 三个字,括号,就在圣团里 我们在圣团中,在圣团上,看你要怎么翻 所以他们在圣团里面呢,学到了很多跳舞的技巧 可是到了今年的夏天,好,这样的话就好了 我的应该跟你们是一样的 一样往上话,就不要再写一遍了 所以看到list,看到last,看到next 就不要再有接系词了 那到了今年的夏天咯,the clock needed a new CD player 知道了吗?那因为讲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所以往这个字话 我在讲的是之前属下的事,之前发生的事 那今年夏天这个社团,因为他们可能走到哪要练到哪嘛 所以他们需要一台新的那个CD player and new outfits 为什么不加一词的,知道吗? 群里任务上几个人?很多人 会不会大家共用一套?不可能 所以outfit加s的原因是每个人要一套 那好多人,所以好多套 再来把这个for写个家 目的 所以我们为了一个才艺表演,他们要募款 募款的原因呢,第一个要买个新的CD player 第二个帮所有的那个团员,可能买到合适的衣服 再来for the money,再把这个for写个为了 那为了这些钱 ok了吗? make it and my friends work different jobs 这个word,对不起,different,放到这个字 这个上次有讲我们期末考有考到 记得看到different,就是不同 既然不同,绝对会做一个 所以我们这些人呢,为了这个社团 就是要很努力的去做不同的工作 那大家各自帮忙,每个人自己擅长什么就自己去决定 ok了,再来下面 make it work part of job at 好,来把这个at 光,这个字化 因为at 通常是一个小地方 当然可以,就从自己身边的人下手嘛 所以老鼠会就是这样来的啊 那他在哪个地方工作勒? 来吧,her death car wash 什么是car wash? 对,洗车场,没错 那洗车场不会太大吧 他们要小小的,所以这有小地方 这里就是洗车场 所以他就在他爸的洗车场里面打工 再来Tim and Ivy walk dogs 什么叫walk dogs?走狗吗? 我们不会讲走狗哦,我们这里怎么办? 六狗啦 对,那因为为什么加来死的原因是这个字 我们这里话 表示他们是帮所有他们可能整个前后左右的邻居 所有家里有狗的都送来 猫也可以,婴儿也可以,我也可以帮你溜 ok 所以只要是邻居的任何可以需要走出去的 他就帮他处理 所以他帮他们家的邻居们溜了好多的狗 不要讲走狗哦 再来7 painted pictures for people 再把这个painted 画到这个字 pour 那他用可能画画很厉害 所以他想到的是可以帮人们画画 就是那个字画像 再来finally 最后 来,把这个finally 写个等于 第一个finally是一个字 你如果要两个字的,请你写个at last 三个字的,请你写个in the end 中文都一样 就是最后 终于发生了什么事 那到的最后呢 这些人 因为大家齐心协力嘛 每个人自己看得起厉害的是什么 就各自去帮忙 所以最后呢 他们终于呢 raise enough money for the club 好,再把这个enoug 这个字拉出来写 我拉在这哦 这个字有一点麻烦 因为呢 enoug你要看他是 后面他要修饰的是名词还是形容词 如果今天他要修饰的是足够的钱 足够的女朋友 足够的男朋友 那请你放在enoug enoug放在名词的前面 可是如果今天讲他够高 他够帅 他够好 那请你用形容词 放在enoug的前面 所以enoug呢 他的前面是形容词 所以good enough tall enough rich enough 够有钱 可是是enoug money enoug books 他不一样 所以enoug这个字呢 他基本上会有两种位 那这里修饰 因为是钱 所以他们到最后呢 终于募 募款的那个钱啊 终于不够了 就是给社团用的 但they were all tired but happy 来把这个半徒圈起来 半徒圈起来 半徒圈起来 半徒圈起来是一阵一副 或是一副一阵 所以happy是好的 你写个阵 tired就不太好了 就不好 所以虽然他们所有的人都很累 但是呢 他们是非常开心的 还没完哦 再来oh这个字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得问我 我相比他先擦掉一下 也有没有位置 我不想再用电子板吧 因为这样重头来 好不好 第一个 要请你有话的东西 把这个all寫个1 拿出来哦 1 寫个3分之3 因为他强调的是所有人 而且强调三个以上 可是如果是两个当中的两个怎么办 对 他用的是破 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 两个当中的两个 譬如说我的爸爸加我的妈妈 请你用破 我们全班所有的人都用破 第一个 这是要注意的 再来2呢 写个b后动前 主后所前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b动词的后面 就是r的后面 那当然除了r之外 你可以写work 他又开始不听话了 第一个b动词的后面 那因为没办法 我为什么写r 因为他一定是故数 第二个 一般动词的前面 所以吃喝啊 撒睡啊 醉干跑跳破啊 还没完哦 再来如果这两个都没有 怎么办 没关系 你放主格的后面 主格大概就是viu 累这三个而已 we啊 you啊 累啊 主格的后面 就这三个 所以我没有点点点 我写viu累在这好了 最后一个是所有格的前面 这里没有位置 所有格的前面 可是所有格的前面 我就没有办法跟你讲 有几个 因为人民一便死也是所有格 my your history 也是所有格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什么 所有格我就找点点点点点点 因为太多了 所以beho 动前 主后所前 那这个位置 以我们这个句子来讲 我们试试看 它是属于哪一种 beho 动前 主后所前的哪一个 beho 对在这里 be动前的后面 所以其实放这边也对 they all were happy 也可以 因为可以放主格的后面 所有人都很开心 可是呢 当然啦 因为你要付出嘛 所以很累 但是很值得 很开心 now 到了现在了 所以看到now 往后看 一个人做动作 找超人 有没有发现 他就不用have the love 所以到了现在呢 这个社团呢 已经留意还很棒 而且很新的 那个city player and cool outfit 而且很酷的那个衣服 that all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 整个括号 这个呢 考试的时候不要忘记 加拿大学生怎么说 students in Canada 台湾的人 people in Taiwan 所以社团的所有学生 不可以先讲社团 你要先讲 all the students in class 没错 are ready for 好 再把这个forum 据起来 看到for呢 记得加的是名字 所以所有的人 有city player可以平常练习了 所有人有衣服了 所以可以上一场了 所以呢 每个人都很开心 好 就到这边 ok吗 我们暂停一下 我们暂停一下